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中今天参加苗栗县党部庆祝建党123周年大会宣誓2020年重返执政 记者范荣达摄影分享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今天上午参加国民党苗栗县党部庆祝建党123周年大会 他说国民党要重返执政 明年地方选举是最重要一战 显示国民党团结力量 他表示数字会说话 拼经济 社会和谐 两岸和平 社会安定 还是国民党比较好 2010年 2011年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任内 他担任行政院长 经济成长律师 63% 美人国民所得平均增加3500美元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国家竞争力 也从过去的第23名左右 大幅跃升到第8第6 2000万人口以上国家仅次于美国 至于2005年 2006年 2007年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 苏贞昌 总统蔡英文分别担任行政院长及副院长 三年国民所得美人平均增加800美金 吴敦义希望2018年选举 国民党县市以苗栗县南投县为标杆 县长是国民党人选 县议员 江镇市长掌握多数 2020年重返执政 今天苗栗县党部建党123周年大会 国民党县长徐耀昌前舰长刘震宏等人都到场展现气势 吴敦义表扬全国阵风单位连能程度第一的国民党三 一厢长徐文达及资深党员等气氛相当热络 一厢长徐文达及资深党